音频信号从平衡或模拟接口进入 通过运放处理 ADC采样 MSU调度 DAC数字处理 再输出到攻放驱动 完成整个音频电路的闭环 300加位段电路堆料 无人能比 为什么 看我来介绍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对MR4 它的试听篇的内容 我们全部都做出来了 还没有看的 在咱们主页可以去看一下 把这个音箱 各种音效 我们全都录了一遍 它的低频效果 确实比MR3BT要好上一些 我们这一期视频 就是把这个MR4 全部把它掰开揉碎 让大家看看内部的用料 主要是看电路的情况 喜欢咱们这种 一核测菜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更新的东西 我们话不多说 来对这一对音箱进行拆解 拆解 我们先取掉音箱的前面罩 拆解的话会破坏掉音箱的外观 大家不要自己去拆它呀 一旦有拆解痕迹的话 大家就没有保修了 取下音箱的前面罩 剪掉喇叭的连接线 高音喇叭直接安装在这个白色的面罩上面 固定喇叭的位置有缓震泡棉 防止公正 固定低音喇叭用了四颗螺丝 内部的白色吸音棉 粘在喇叭的背面 高音喇叭低音喇叭的连接线 上面都有泡棉进行包裹 防止线材在箱体里面引起公正 电容电感组成的感容二阶分屏器 同样的方法敲开竹音箱的前面罩 底部有一个连接小板 取下这一个控制板 就可以拿出主音箱的前面板 削掉螺丝拿出中低音 同样的喇叭上面沾有一块吸音棉 喇叭线上面的缓震措施全部都有 主音箱的供放板一共有八个螺丝进行固定 拿出这个主供放板 这个是前面板的控制排线 我们把它取下来 这就是这个M24的电源和供放板 可以看到电源上面 写有标识16.8V的输出 功率是30W 主音箱的分屏器直接在主板上面集成了 取掉电源的连接排线 副箱连接器的连接线 高音喇叭连接线 中低音喇叭连接线 起到隔离作用的黑色麦拉片 把电源全部包住 这是电源的220V输入端 这个黑红线就是16V的输出端 取掉螺丝以后就可以拿出供放板 这一块后面板为铝制的 这个高音喇叭单元跟前面的面罩 这个是沾得非常的紧的 这样的好处就是高音的震动频率非常的高 避免跟这个前面板产生共振 音箱的两个高音喇叭单元很成熟的 音箱的两个中低音单元 跟MR3BT一样采用的是云母震盆 音箱的两个低音导向管 这个是电源部分的板子 音箱的主攻方板 这款漫步者MR4坚听音箱 作为一款售价300元以内的有缘监听一样 它主打的就是性价比和音质的平衡 整块供放板采用单板集成设计 供电电压为16.8V的DC输入 采用的是高频开关电源进行供电 音频信号从平衡或模拟接口进入 通过运放处理 ADC采样 MSU调度 DAC数字处理 再输出到供放驱动 完成整个音频电路的闭环 300加位段电路堆料无人能比 为什么 看我来介绍 首先就是这个开关电源 16.8V输出 30W功率 麻雀碎小 五脏俱全 交流输入 慢容保险 加安归X2电容 扛大电流 抑制电子干扰 两极共模电感 抑制共模干扰和优化 交流电质量 整流桥将交流电变直流电 一样安心电子的两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进行滤波 深圳新中原电子的电解电容 为主控进行供电 电源主控芯片来自无锡硅动力出品 型号6660 开关管来自无锡华润微电子 型号CS7N65F 长销硬管 作为电源的主开关管 推动变压器 输出16.8V直流电压 小特级二极管输出整流 一样安心电子 两颗电解电容 输出滤波 单颗容量1000微法 一颗插模电感 一颗共模电感 配合进一步平滑直流电 供放电路 DC纹压部分 DC16.8V介入 然后进入一颗蓝色环 标识的纹压二极管 起到纹压保护作用 还有一颗黑色环纹压二极管 专为数字部分供电准备 还配备一颗5瓦的 大功率22Ω 线流电阻 线性纹压部分 使用了三颗器件 UTC78D05L 三端纹压器芯片 来自台湾有顺科技 输出稳定的5V电压 型号LPFG五角芯片 实际型号LP2985 来自美国Ti德州仪器 为一颗超低压叉 LDO稳压器 输出3.3V 单独为电压敏感的 DAC数字芯片供电 型号CU456角芯片 实际型号 SN74LVC2GU04 这颗也是德州仪器出品 唯一颗飞门芯片 在本机中 作用不是逻辑控制 而是作为震荡器 驱动旁路一颗 无缘金正 给主控芯片 提供时钟输入 另外每台半导体的 GH17M 与EH13A 实际型号都是 AC1117 非常经典的 线性降压稳压IC 为主控和ADC芯片 提供稳定的电压来源 M24的信号链 非常的清晰 主控芯片为 依法半导体的 STM320G030 这是一颗基于 ARM Cortex M0家的 32位MCU芯片 最大主频 64兆赫兹 内部集成的定时器 IRC接口 SPI ADC DMA等 负责整理音箱的 控制逻辑 音量调节 输入通道切换等功能 声音输入部分为模拟信号 经RCA或TRS 平衡输入进入后 首先由5颗运放芯片处理 它们均为德州仪器的 OPA1678 特点是超低噪声 低失针 电压偏移非常小 及其适合音频前级放大 与通道缓冲 5颗运放分别对应 高低音真意两颗 RCA模拟输入一颗 TRS平衡输入两颗 之后 模拟信号进入 德州仪器的 PCM1808 ADC芯片 进行24比特 96千赫兹的高精度 魔术转换 然后数据 交由主控 MCU协调调度 再经过德州仪器的 TRV320DAC 把这个数字音频 还原成高保证的 模拟音频信号 传给功放芯片 MR4使用的是 德州仪器的 TAS5713 数字功放芯片 支持低类放大结构 最大输出功率 25W两声道 带有内件DSP 可实现EQ 线幅 与动态范围压缩等功能 另外 我们还能看到一颗 非常有意思的芯片 江苏认识科技的RS2118 双路 SPDT 模拟开关 它支持负电压轨工作 主要是用来 在不同输入通道之间 进行模拟切换 音频电流输出端 470V法 35V电解电容 这个电解电容的品牌 我单独说一下 这家公司是 东莞红墙电子 成立于1995年 广东四小谷之一 是国内较早布局 高端音频内电容的一个厂家 他们家的电容品牌叫 蒂康电容 两颗电解电容 搭配合金电感 组成LCD波 输出路径 还有两颗共膜电感 分属左右声道 进一步抑制 插膜和共膜噪声 保障输出清洁度 感容二阶分明器 由两颗电感 两颗电解电容构成 右声道的感容二阶 就集成在工方板上面 左声道的感容二阶 为独立小板 放生在左声道音箱的箱体里面 MR4和MR3BT 虽然同属漫步者监听系列 但在电路设计上 还是存在一些关键差异 我做成一张表格 供大家参考 从这个表格综合来看 MR4更偏向 纯监听的定位 放弃蓝牙功能 换来更完整的 音频处理电路 独立的ADC和DAC 独立功放 而MR3BT 在拥有蓝牙功能的同时 对模拟信号链略有精简 从用料来看 MR4虽然是价格便宜的 但是这全套的 德州仪器的元器件 不得不让我感叹一下 兄弟们 你们怎么看 这款MR4拆解片完成了 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能看到MR4在 监听音箱定位上的 满满诚意 从信号输入 到音频输出 核心环节 几乎被 德州仪器的全甲桶承包了 数字主控 则选用了 依法半导体的 STM32芯片 精确雕度信号处理 外围供电 稳压方案也不含糊 美台德州仪器有顺的 纹压芯片加持 确保电源的纯净 信号五照 相比自带蓝牙的MR3BT MR4果断舍弃了蓝牙功能 换来的是极简 纯粹的信号路径 声音更干净 更精准 特别适合对音质有直电的发烧友 无论是录音室的混音 内容创作 还是监听级别的音乐欣赏 MR4都能交出满意的答卷 而MR3BT蓝牙连接轻松听歌 刷剧 打游戏 娱乐属性 可以拉满 总的来说 MR4的芯片堆料和音质表现 在300加位段 很难有对手 这一款音箱 我也会做永久的收藏了 喜欢我这种硬核 测拆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